天津博物馆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62号 其前称可追溯到民国七年成立的天津博物院 2004年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合并组建而成 馆内线有各类藏品近20万件 天津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一样 大部分的珍宝都是历代收藏家们慷慨捐献的 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一瓶一画一顶 天津博物馆的二楼还有一间专属的宝藏展厅 叫做钥匙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并且是常设斩 如果你时间有限又不想走得太累 那你真简大了 因为在这个空间里 你可以一览天津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镇馆之宝 今天要介绍的这18件馆藏 将带你走进这些西式镇宝 感受几股之风的天津 走进当年天津富商家族背后的秘密 太保顶西州 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的梁山地区 捐赠者张炳慧女士 道光16年 受张的几位农民在地里干活 一不小心便发现了七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剂 这便是梁山七七 没过多久流入山东古玩市场 各路收藏家们蜂拥而至真相收购 其中太保顶先后在多位名家手中辗转 民国六年 徐世昌从好友柯少敏处得到消息 丁林年要出售四件青铜重器 其中最逆天的一件便是太保顶 于是他立刻联系重金收购 徐世昌因曾被朝廷封封为太保 所以非常激动的将太保顶藏予他的掏斋 然后专门写了一首德鼎歌加一赞美 徐世昌河南人 清末进士 袁世凯小镇练兵时成为了他的谋士 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而远之 1916年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 1918年成为民国大总统 最后退领天津租界以书画自语 太保顶两个立耳上有浮雕的双授 顶身四面装饰有胶叶纹和饕贴双授纹 如果你是逛管达人 当你第一眼看见这件西式国宝石 首先会觉得怎么这么小 然后便会被他的大长腿给吸引 太保顶虽然不大 但是他的气形和文士特点属于西周早期 并且出土仅此一件属于国宝中的西周固品 顶的内壁著有名文大宝著三字 大宝即太保 是西周辅佐国君的官名 在上书和史记中都有记载 周王去世后 少公是辅佐年幼的周臣王 而少公正是位列太保 据学者们考证 太保顶正是少公所住 又说太保顶是少公去世后 百姓们捐钱打造而成的 用来纪念爱民如子的少公 所以这件承载着国泰民安 天下大致的顶属于建国安邦的重器 因此历朝历代 无数大佬们都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周少公太保顶 甚至和康熙曾让敖拜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甚至开出了万两白银的悬赏金 但最终未果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年间 太保顶在乱世之中悄然出土 1958年 徐世昌的孙席张炳慧女士将太保顶 及另外三件珍贵文物一起捐给了天津博物馆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 乱世时出土的梁山七七有多个版本 梁山七七七位兄弟 我们在之前介绍日本京都全无博物馆的时候 便介绍过其中一位 大使有眼 而目前已知只有这件太保顶还在大陆守护着华夏 奎文同进 西州 捐赠者 宋哲元后任 1925年 陕西城宝基戴家湾突然来了一大批人马 领头的便是民国三大盗宝军阀之首 陕西军阀的党玉昆 年少时 党玉昆曾在古董行当过学徒 所以对于文物十分的精通 然后开启爆挖模式 直接挖出上千件青铜器 这件铜镜就来自其中 疯狂的党玉昆最终被冯玉昌派出宋哲元率部肃起 党玉昆被击毙 他手中的珍宝全部被宋哲元缴获 宋哲元将一部分送给了冯玉昌又挑了一些留下 其中就包含这件奎文铜镜 就这样 铜镜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天津的家中 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占领了天津英族界 对积极抗日的宋哲元恨之入骨 便抄了他的家 这件铜镜也就再劫难逃 宋哲元的三弟宋慧全得知死事后 想尽一切办法 多方打点后终于将铜镜和一部分珍宝赎回 然后密藏在堆放煤球的箱子里 直到1968年 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家中 发现了被砸成50多块的铜镜 据宋家人回忆 还有一些碎块被当成废头卖掉了 文物工作者们赶忙来到当时的天津电解铜厂 从一堆废童中寻找 幸运的是被卖的部分都被找到 1972年 这些铜镜碎块被送往北京进行修复 修复好的铜镜重回天津 成为了见证历史的镇馆之宝 咱们在河南博物院中 便介绍过曾经同样被砸成碎片的云纹铜镜 奎纹铜镜 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铜镜 镜身装饰满精美的奎纹 关于镜的概念这边就不再介绍了 大家可以回看新手村系列 铜镜的表面有三个椭圆的口 据曾见过铜镜出组的人回忆 原本铜镜中间放着油 右边是弓 左边弃武不明 如今兄弟四人已完全失散 目前传世的西州铜镜仅有三件 一件是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基的 奎长文铜镜 现藏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另一件是2012年出土于陕西宝基 石谷山西州墓的龙纹铜镜 现藏于宝基市卫兵区博物馆 还有一件便是天博的这件奎纹铜镜 小克顶 克中 克博 西州 民国六年 徐世昌从丁林联手中采购宝贝时 一共买了四件 除了逆天国宝太宝顶以外 另外三件便是小克顶 克中 及太师顶 其中海内三宝之一 上博的大克顶 与天博的小克顶 克中 克博 属于绝对的亲兄弟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同一片故土 陕西省福丰县法门寺的任家村 当时一共出土了大克顶一件 小克顶七件 克中五枚 还有克博 克徐等120多件器物 这些器物都是西州立王时期 一个叫克的基姓贵族 按照天子九顶诸侯七顶的规定铸造的 这批文物出土后 直接被国内外各方瓜分 咱们在上博便介绍过 镇馆之宝大克顶类目的流传史 而七件小克顶就没那么幸运了 全部分居各地 小克顶是典型的西州晚期造型 内壁住有72字名文 告诉我们顶的主人叫做善夫克 他住顶的墓地 便是赞美周天子 以及为子孙祈福 克中 通体有着华丽的文室 一套共有六件 同样散落个地 克中全篇名文共有79字 其中上海博物馆的两件 与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的一件上 住有上半篇名文 天津博物馆 日本滕景友邻馆的克中上 住的是下半篇名文 还有一件克中至今下落不明 克中记载了克 接受周立王的命令后 前往指定地点巡查 克完成任务 周王便进行了赏赐 所以克注此中 用来追念先辈并祈福 克伯捐赠着张书臣 这是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通伯 所以自从克伯出土后 他的踏片都是千金难得 克伯上共有79字名文 同样介绍了克 完美地完成了周王下达的巡查任务 然后接受了车辆和马匹的赏赐 并铸造此波 追念先祖 加以祈福 楚王尹汉鼎 战国楚 捐赠着朱章秀女士 民国22年 安徽省受限的李桑姑堆 因为大水导致饥荒 乡生们以筹钱救灾 组织了几百名小伙 在土堆上一顿猛挖 而这个李桑姑堆 正是米姓名雄汉的楚幽王林寝 结果直接挖出宝物4000多件 村民们开心坏了 开始倒卖 当时国民政府知道后 第一时间进行了截获 其中安徽博物院的超级镇馆之宝 住客大顶被截获成功 而倒卖成功的青铜器 则分批销往了平津两地 天津保储斋的古董商李志斌 大量受购 其中一件楚王遗鼎 被安徽省省立图书馆馆馆长 陈东元先生 以207元的价格购回 带回安徽 后来楚王尹汉鼎 来到了朱章秀的姨妈孙玉芳的手中 朱章秀曾在天津的药华女中读书 她的外公孙多提 在北洋政府时期 曾主持过中国实业银行天津分行 并在上海法租界 巨鹿鹿买了一块地 建了一条弄堂 取名安峰里 自己则在弄堂最深处 盖了一座豪华宅地 姨妈去台湾后 并没有带走大顶 朱章秀在父亲的建议下 将大顶捐给了天博 朱章秀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孙子 袁卫 袁卫曾赴美国留学 50年代初 朱章秀写信要求丈夫回天津报效国家 之后夫妻两人在上海生活 楚王尹汉鼎通高53厘米 重达40多公斤 被誉为南北楚戚之官 鼎整体共有名文66字 其中口言的名文并非是范柱 而是刀客 是典型的楚国简书 名文告诉我们 楚幽王三年 楚国击溃秦卫联军 所以楚幽王开心坏了 便用缴获的兵器 铸造了此顶来庆祝胜利 在国家博物馆 也有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楚王尹汉鼎 可见楚幽王当时的心情真的太棒了 不过没过多少年 楚国最终被秦国所灭 清语刑器名文是战国 原为李鸿章的后代李公墓所藏 刑器名是一件战国时期的玉器 高5.4厘米 气身有窗口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博书 引导图中 以战刑器图推测 这件玉器原本应该是装饰在杖手上的 郭姆若在仔细研究后表示 这件玉器来自战国初期 玉器的十二轮柱表面 以传书刻有名文四十五字 整体论述了呼吸和行器的过程 这正是古代的阴阳之术 也是中国目前发现 关于气功修炼的最早记录 不过关于器物的命名 文字的考证 名文的含义有众多争议 其中命名从三十年代开始 各路名家各有想法 最终天博以轻欲行器名文式命名 关于文字的考证 因为余生的四十五字名文中 不重复的只有二十二字 有争议的多达十字 而目前我们所认知的翻译 是郭老提供的 名文的含义 一般都认为是古代炼器的方法 但是如何修炼 有认为是深呼吸说 有认为是炼周天说 也有人认为是防中术术 如果大家感兴趣 不如自己来研究一下 说不准就被你发现了古人逆天的运气之术 白佑龙饼连覆船瓶 随带 瓶身两侧素有修长的龙形饼 可爱的龙头探入瓶口 你看那鼓鼓的脸颊 仿佛正在贪婪地损吸着瓶中的美酒 在不相连的两个瓶底上 都刻有明文 分别是此船瓶和有病 这种造型属于双连瓶 流行于南北朝级随唐时期 尤其北方居多 所以很可能是受养勺文化和半坡文化的影响 是由连体贯演化而来的 随唐时期随着思路的开拓 又受到了来自西域胡平的影响 在融入中华的龙元素后 也就有了这样的造型 当然 这种造型在清时期又称连体瓶或荷欢瓶 身受乾隆的宠爱 凭通体白胎白佑 胎质极其细腻 有细小的冰裂纹 属于随带白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白瓷以行谣最富盛名 是清词鼎盛时期出现的另外一种新兴瓷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也有一件 与他几乎一样的白佑龙饼李延富传评 是1957年 在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 随理晋训墓中发现的 韩切铁 唐代 原作者王羲之 王羲之咱们就不介绍了 相信大家肯定非常了解 韩切铁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为草书武行 一共51字 整篇的意思 便是你之前寄给我的信都收到了 这天真是嘎嘎冷 最近如何 一定很忙吧 我最近吃的丹药不给力 身子越来越差了 感谢西安帮我送信 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 王羲之作为快婿公子哥 一生都在追求长生 并且不断尝试吃自己练的丹药 坚持用药后 享年58岁 咱们在上播中 便介绍过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 从小便是丹药的忠实粉丝 然后写下了表达要效不行的丫头顽帖 回到韩切帖中 大家仔细看帖中的草书豹子 书胜并没有写成繁体 从这一点 便可以看出大陆如今的简体中文 是仔细参考过古人的简化写法的 天博收藏的韩切帖 判定为唐人灵魔的勾填本 属于八个版本中最强王者的存在 几乎重现了王羲之晚年的书法风貌 卷为有董奇山和楼坚的提记 帖上同样前有各路收藏家的大印 并且曾收藏于南宋绍兴府内 明朝时流入民间 然后被各路大咖收藏过 所以是流传有序的书法争品 20世纪60年代 天津市河西区太湖路 一个废品收购站的熔炉前 一捆泛黄的纸张引起了刘光奇的注意 他打开一看血压直接上来了 赶忙送往当时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随后韩切帖也就落户天津博物馆 血井寒陵图 北宋范宽 捐赠者张书成 咱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介绍过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范宽的真迹几乎全部被密藏在台北或境外 而这幅血井寒陵图是大陆目前唯一的范宽真迹 范宽 北宋时期的山水化大咖 2004年美国的生活杂志 将范宽评为上1000年对人类最有影响的百大人物第59位 血井寒陵图构图严谨 用笔魂厚 生动表现出秦岭山川的磅礴气势和血井风貌 高耸的风丸稳定着画面的重心 给你震撼的视觉冲击 留白处用来表现血的质感 血的白与山的黑形成强烈的虚实关系 和西山行旅图一样 范宽也用小心思把自己的名字悄悄的藏在一棵树的树干上 血井寒陵图属于巨型卷本画 书画这种东西只寿千年 卷寿八百 所以能够完美的保存到今天非常难得 并且流传有序 属于传世巨宝 曾被收藏在北宋的皇宫中 宋梅王后流传不明 直到明末清初 清剑上大师天津收藏家安琪用三百两白银 从梁青标手中买到了血井寒陵图 并且泪目道 这绝对是宋画中当位无上神品 然后密藏起来 安琪去世后 不孝子孙未求官职 便把这幅画卖给了当时的直立总督 直立总督为讨乾隆欢心 又把这幅画献给了张总 1860年 薛井寒陵图被英法伦金从圆明园中抢出 再次下落不明 1860年12月 一位名叫张义的收藏家 在天津救出市场闲逛时 看见一位英国士兵因为没带够钱 正和一位书商为一幅画卷讨价还价 张义凑过去大吃一惊 顶着压力直接掏出武师大洋买走 赶紧回家 这幅画卷正是薛井寒陵图 张义是谁 时任公布幼师郎 开平矿物局督办 总办路况大臣 手握重拳 为了魔力 张义将最差的八草梅卖给了北洋舰队 将优质的五草梅则卖给了日军和美国人 八草梅因含大量渣子 烧起来浓烟滚滚 并且还损害舰船的动力系统 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多次写信给张义抗议他的这种行为 张义因为上面有人对丁汝昌不理不睬 甲武之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丁汝昌自杀殉国 张义卖煤的魔力 全部用来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太后特别点赞道 此人很会办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张义为了脱身 将开平矿物局全权委托给德国人德特林 误将矿物局以租给英国商人签为了卖 导致开平矿物局直接沦为英国人的资产 20世纪初 收藏大家郭宝昌出价20万美元求购学金寒领土 被张家拒绝 张义临终时交代儿子张书成 此话是传家之宝 不准贱卖 不准教工 否则我权下将不得名目 张义去世后 他的儿子张书成继续密藏此话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曾到处搜捕张书成 并掠夺了张家大部分房产和店铺 张书成为保护古画和众多文物 藏到乡下隐性埋名 耕田出地 并且表示宁可饿死 也绝不把这些古物交给日本人 因为在张书成看来 这些古物是华夏的见证者 保护他们是华夏民族 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特殊时期 张书成在家中厕所的墙壁上 开了一个大洞 将画卷藏在里面 躲过搜查 1981年 83岁高龄的张书成表示 不论什么收藏大家 没有人能够将文物保存两代以上 为了更好的保存 为了让子孙后代 都能看见老祖子们留下的 丰富文化遗产 决定捐献 他将家族所藏的455件珍宝 分三批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除了雪景寒灵图 和上面介绍的刻薄以外 还有赵孟甫的行书 洛神附卷 前选的花鸟图卷 编鲁的起居平安图 这可是编鲁留下的唯一一件 绝世孤本作品 还有球阴的桃源仙境图等等 定超曾在天津赞扬道 张书成先生捐赠给国家大批文物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是金钱买不到的 金铭池针标图 北宋张泽端 张泽端最出名的便是那件所有华夏子民 都耳熟能详的金铭上河图 而他的另外一件传世名作便是天博的这件金铭池针标图 金铭池是北宋东京汴梁顺天门外著名的御院之一 每年三月由皇帝司令开池并对百姓开放 然后在此举办赛龙舟等活动 静康之变后 针标刺眼从此成为历史 最近小小的卷本图上绝对是细节满分 游客们从画面下部的池门入园 场景内有着各种标志性建筑 一艘大型龙舟位于画面中心 两侧各有五艘小龙舟 上面刻画着进入状态准备针标的比赛选手们 实案上则是挤满了上千名游客 有的正在观摩赛事 有的追逐打闹 有的在自拍打卡 还有的在搜寻美食 这些场景与孟元老撰写的 《东京梦华录》中的记录几乎一样 金铭池针标图也是来自张书成的收藏 不过并非是他捐赠的 而是1959年大跃进的工业抗旱时期 国家从他手上购买的 除了这件以外 还有苏汉成的英系图 这是大陆目前仅有的 提有真款苏汉成的作品 还有杨无旧的墨眉图 以及马远的月下把碑图 豪梁秋水图 宋礼堂 此图又名豪蒲图 描绘的是在安徽省凤阳县 豪水浦水一带 风光五线 秋意浓浓 画面左侧飞泉直屑 落叶点点 右侧树木茂密 庄子与惠子端坐着 突然看见一条鱼在水中 不怀好意 潇洒地游着 从此一场惊天辩论 就此展开 子飞鱼安置鱼之乐 子飞我安置我不置鱼之乐 礼堂绘画达人 徽宗时期参加画院电视 以切题画家重愧 高宗时南渡 刘王志临安 晚年创大幅批村 开南宋一带画牌 礼堂的另外两幅名作 万鹤松丰图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采维图 则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豪梁秋水图的绘画技法 正是上述两幅名作之间的 过渡作品 所以非常珍贵 此画同样传承有序 卷上前有各路名家打印 然后被乾隆笑纳 之后便被溥仪和溥杰 偷偷运至宫外 1924年 溥仪被赶出故宫 奢侈的生活 豪梁秋水图被卖到零间 上世纪60年代 刘光喜先生 从一位四川口印的人手中 买下了这幅画卷 最后便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玉湖兵琴南宋 中国古琴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弹波乐器之一 距今至少3000年的历史 玉湖兵琴体轻且薄 长方形的龙池凤枣 内有金远之款 说明这把琴 是出自南宋至琴达人金远之手 琴池刻有草书玉湖兵明 旗下刻有撞文绍兴应 玉湖兵出自唐代王昌林诗中的 一片冰心在玉湖 寓意便是清正廉职 玉节冰心的节操 这正符合宋代文人的思想追求 玉湖兵琴有七根琴弦 象征着七星 古琴最初只有五根弦 代表着五行金木水火土 又和五因功商绝之语 后来中文王被商咒王求于有礼 因思念而自博一考 加了一根弦 叫做文弦 五王法咒后又加了一根弦 叫做五弦 合称文武七贤琴 玉湖兵琴琴身上有无数的断纹 断纹节节相似 如同蛇的腹部 这种断纹称为蛇腹断 蛇腹断是古琴鉴赏的一项重要指标 出现这种断纹的古琴 几乎绝对是上乘之品 并且琴身会更加松透古雅 所以在古琴鉴赏界 一直有着千金难卖蛇腹断的说法 玉湖兵琴属于清宫就藏 历经八百多年 至今仍然完好无存 是南宋传世情中的精品 清语翼龙纹双耳壶 元代 这件玉湖为椭圆体 表面有着褐色的斑纹 壶的颈部有着浅浮雕的莲半纹和草叶纹 腹部浮雕着长有鹿角的翼龙 龙身下刻画着波涛翻滚的海水 壶身的下部雕饰着莲花半纹 壶底部则是雕琢成椭圆形圈组 这件玉壶和原青花瓷季的文式结构排列非常相似 这是元代造型艺术的一大特点 由于元代统治者有着游牧民族的属性 所以元代的玉器成射品极其少见 如此精美的玉壶 还没有发现同时期能与之相媲美的作品 并且又是来自圆宫廷的玉器 所以必然是一件宝贝 青花琵琶受带鸟文盘 名永乐 上世纪70年代 天津口岸文物鉴定工作的云熙镇先生 和文物管理处的田凤领先生 一起来到天津外贸部门仓库对出口的新旧瓷器进行核准 无意间他们发现了一件大盘子 云熙镇先生立刻吩咐 对这件大盘子进行封存决定征收 最终外贸公司以35元的价格 把这件大盘子卖给了天博 后经过鉴定果不其然捡到宝了 青花琵琶受带鸟文盘 来自明代永乐年间气形硕大 盘的口径达到50.5厘米 菱花口 通体白柚 绘满青花纹饰 沙底细白 有火石红盘 咱们在介绍大英博物馆藏的大卫对评时 便介绍过青花祠的起源 并非源于华夏民族的审美 而是穆斯林 这件巨大青花盘 正是有着浓浓的伊斯兰风格 盘的口颜内会有一圈青花缠枝连纹 内边一圈会有16个不同的青花折枝花果 盘内一只托着长长尾巴的瘦带鸟 站立在满是琵琶的枝头上 睁大了眼睛正在着实 细节生动的一塌糊涂 兽与兽同鹰 兽带鸟便是予以高官长寿 历来被视为吉祥之物 目前同样文士的大盘 地球上仅有三件 除了填薄简陋的这件 另外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还有一件在日本大阪 市立东阳陶瓷美术馆 法郎彩《韶药》 至极图玉湖春平 清乾隆 1960年 原北洋总统曹坤的副官 耿朝真来拜访昔日同僚 原军医术处长潘之鞘 耿朝真自从离开军界后 凭着对古玩的喜爱 一直在北京的运古斋工作 至此来今的目的 便是想收购宫中珍宝 一直被潘之鞘密藏的玉湖春平 最后商定转让价为12000元 要知道在60年代 当时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也就几十块钱 因为历史原因 天津各处密藏宝贝 所以常有各路高手前来逃宝 为了应对 天津设立文物管理制度 允许你来逃 但是需要抱眼 一旦发现你火眼金星 找到逆天宝贝 那就用高于收购价的10%来留购 所以鉴定了耿朝真准备 带回北京的这件磁瓶后 以13200元直接拿下 留在天津 玉湖春平这种造型 创伤于北宋 由诗句玉湖仙春而得名 这件玉湖春平属于法郎彩 法郎是一种较软的玻璃料 在里面加入不同金属氢化物 做橙色剂 然后用油调和 便成为法郎彩 用法郎彩在烧好的白瓷上绘画 二次烘烧 法郎彩瓷就这么诞生了 这种技术 源于15世纪的法国 清初时传入中国 康熙时 法郎彩全部为进口货 到了雍正中期 国产法郎料才烧制成功 所以法郎彩瓷器在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是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 法郎彩瓷成本极高 产量不多 还极费宫 并且基本为小剑 被誉为官窑中的官窑 所以全部由皇家垄断 所以王公大臣 都是不被允许 乾隆曾表示 庶民福德一窥也 法郎彩 勺药 制机图 玉壶春平高 16.3厘米 细紧古腹 小巧玲珑 造型高雅端庄 简洁优美 平颈部会有胶叶纹 腹部用宫笔花鸟技法 会有制机和盛开的勺药 色彩艳丽 栩栩如生 平底白柚楷书 乾隆年至四字 平身空白处以莫熟提诗 所以这件玉壶春平 是逆天工匠集合 诗书画合璧的艺术珍品 根据记载 当时这样的瓷瓶烧制了数件 乾隆将其中一件 有心灵感应的保留了下来 其余的全部打碎 所以这是一件 逆天工艺的传世物品 除了天薄的 瑞士和英国的收藏家手中 各有一件破损的 2005年 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 一件小小的乾隆 法郎彩花石紧基图双耳瓶 以1.15亿港币的价格成交 万户朝天图卷 清乾隆 乾隆爱玩 他一生六下江南 其中五次到达苏州 而收藏在天薄的这件万户朝天图 就和乾隆由苏州有关 万户朝天图为雌金卷 帝金碧山水人物画长卷 整体长的金人 虽然作者已无从考证 但相信绝对是个狠人 画卷生动细致地描绘了 乾隆南巡至苏州史 苏州居民万人空巷 官员和百姓夹到欢迎的盛况 以苏州城西二十五里的天平山为中心 连接知行山 林岩山一带的名胜古叉 把各个著名景观描绘得准确细致 地方官员身着巢服 在空旷处排列跪拜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则穿黄卷外挂 手持高香跪接御驾 主角乾隆 并未在画中直接出现 而是在茂密的树木中 微露以杏黄色的散盖为代替 万户朝天的画名 是形容苏州天平山的 比较风群石伶俐 就像官员上朝时使用的护板一样 寓意百官来朝万民同贺 万户朝天图画好后 便被送入皇宫来到乾隆手中 乾隆开心坏了 从口袋逃出他的大印 啪一下按了下去 然后收藏宫中 之后的故事 便是被蒲仪和蒲杰带了出去 卖到了民间 满足他们的开销 1958年 大跃进工业抗旱时期 陈大友和他的夫人徐国端非常热心 主动拿出家藏的这件宝贝 售卖给国家 从此入藏添薄 翡翠锅锅锅白菜 清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 最为出名的翠玉白菜 而天博则是收藏着一件锅锅白菜 18世纪末 翡翠预料开始从缅甸 经云南大量输入中国大陆 所以至今考古发掘或传世出品 尚未发现明清以前的翡翠雕刻作品 御将们巧妙利用翡翠色彩艳丽 变化多端 质地坚硬的特性 创造出题材广泛 造型自然逼争的鸟兽鱼虫 果蔬花卉等作品 这种雕琢手法被称为翘色 所以迅速得到皇家们的宠爱 这块翠玉的原料 含有天然的白绿黄三种颜色 雕刻时工匠脑洞打开 先是利用蔡新出的翠绿色 刻画出两只肥大的果果和一只螳螂 然后将黄色大胆地留在菜帮子上 用来逼真的表达白菜被双冻后的质感 所以天博的翠玉白菜还有个别称 叫做冻白菜 翡翠锅果果白菜同样为轻功就藏 上世纪50年代 是天津的一位文物工作者 在财政局的一个仓库中偶然发现的 随后便成为了天博的镇馆之宝 当然天津博物馆内藏的珍品 远远不止这些 周书涛 徐世昌 徐世章 张书成 罗振玉 孟广惠 方若等各界收藏大家 他们捐赠的大多都是价值连城的传世珍宝 除了天津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 都曾接受过他们的捐赠 正如张书成先生所说的 不论是什么收藏大家 没有人能够将文物保存两代以上 收藏家去世后 这些四藏很可能全部失散 只有让文物永远保存好 才能让子孙后代们 都能看到老祖宗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 才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 天津博物馆虽然面积不大 却给予这些迷失文物一个温暖的家 给予讨好 最大年初 感谢观看